让我们为A的忠诚度之上最大的建议 大家好 欢迎到Y.A.Ballery 相信喜欢TN的粉丝们一定有注意到 今年上半年他们出了新品 我注意到的其实还是你对TN的忠诚 因为这是我接触到的第一个手帐品牌 所以对它有一定的喜好和忠诚度在 那今年你的购买新品状况怎么样 当然是全收罗 谢谢大家 那今年刚好是TN发行的15周年 那过去这段时间他们有很多没有商品化的尝试 可能是说用途太偏离笔记本的使用目的 又或者是说它太过局限了 所以很难去列入到常规的补充包 所以最后他们就变成了一度之害 那今年在他们的15岁生日 都推出了这个B-Sites & Rarities计划 整体概念是从黑胶唱片延伸 他们把主打曲目放在A面 那B面呢通常会是以实验性质为主 所以他们就从过去这些没有发行的移注当中 找出适合推出的商品 那我们可以看到桌面上 PA尺寸呢我是全部都包了 那这个一般标准尺寸呢我只有买两本 为什么呢 因为呢我比较常使用的还是这一种标准尺寸 所以这两本代表我一定会用得到的 我就可以把它放到这里面来 那PA尺寸呢就可以当成是收藏 首先我们来看到性质本 立刻来拆 其实我很喜欢他们日本很多这种文具商品他们的设计 你看他们都把胶设计在这里 很棒 因为我们很多都是放在这边有没有 你拿出来的时候都会黏到 它就不会啊 真的耶 这个是比较好 哇 哇 因为我很喜欢它这个配色 你看橘色跟咖啡色 然后又是这个蓝色 感觉质感蛮好 它这个金字 好帅 挺好 我们来看一下它里面长什么样子哦 正面啊它就是横线 背面是方格纸 然后它方格纸旁边还有留白 那你仔细看它的侧面 它这种就是像是我们这种计算纸 可以撕下来的杏纸 所以我会建议说它可能可以放在里面 有种小袋子的时候 就可以把它放在它小袋子里面 我不建议把它卡住 我不建议把它卡住啦 我觉得有点 我自己觉得有点危险 不知道你们使用起来怎么样 可能太粗鲁的人 就说哇 我就洗掉了这样子 半本 而且我还蛮喜欢的是它这样设计是 因为是横线 因为是方格纸 因为你可以按照你自己书写的习惯 选择你到底要写 横的呢 横险的呢 还是写方格 那我有可能只用一面 你知道这本然后怎么翻 右边都没有这样子 对对 也是有可能的 再来我们看到的是 超级清亮纸 脖透的程度 清亮纸 这一次呢 是比之前的清亮纸 还要再清亮的清亮纸 是一个super的程度 你看它这个配色也是蛮好看的 芥末黄跟橘色的 很不俗耶 那因为呢 它非常非常薄 所以它的 哦 非常多耶 页面非常非常多 页面薄很多 页面薄很多 它真的是更轻 更薄 TN它本来就已经有出的清亮纸啊 我就没有在使用 因为我不太喜欢那个写字 很容易透过去的感觉 那它这个又更透了 大家看一下 我在想它是可以做一个使用 比方说 我现在要写这一页好了 我垫板垫下去 哦 它好明显哦 所以我 像我这种写字有 有那种强迫症 想要把它写得很足的人 我下面垫着 它就很好写 它就很好写 哦 这叫舒服的很好用 但是呢 我可能就只会用单面 因为它双面的话 它透过去透的还蛮严重的 或者是说 如果我今天想要练习一些什么 手写字体啊 你可以把你喜欢的字 垫在下面 当礼模 应该也还不错 不晓得还有其他用法 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再来是这一个 像手工琴一样的蛇腹内叶 我们来看一下 我一定要称赞 他儿子的设计就是浪子 配色真的很棒 它很像那个耶 其实古代有这种 上书 对 上书啊 送折 对对 送折 奉天成韵皇帝宗 有记本 对啊 那么应该奉起来 对 十三面可以使用 它这个纸比较厚 那看它这边使用的范例啊 感觉是用水彩也很适合的 可以拿来作画吗 这个感觉 我觉得可以 如果说你今天是去一个 比较短的小旅行啊 你可以在每一夜 比方说第一天我去了哪里 第二天去哪里 像这样子 不是第一天吃了什么 第一餐吃了什么 把它做成一个小本子 小旅行的话 用这样子来记录 我觉得还不错 但如果是时间比较长的话 它可能会需要再更改一点 没错 它可以做成一个图文小册子 然后你每次去回味 或是你比如说 还想再去同一个地方旅行 就是再翻开来看 所以我觉得它如果拿来做手帐记录的话 旅行记录很适合 但我觉得它既然是用这种比较厚的纸啊 应该是适合那种画工特别好的人 所以如果有那种很会画画的人啊 大家尝试一下 那再来我们先看这边 这是什么呢 就是贴 纸 布 大家 我早就觉得他们应该要出了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我本身就是会把TN拿来做 纸要带目录的人啊 我已经有像这样子使用了大家 你看 贴纸布啊 把喜欢的贴纸收集起来 对 如果你今天上去旅行的话 你也可以使用一些小贴纸在身上来使用 我以为我会先使用这本大本的 没有想到我现在是在使用的小本 小本可以用来贴纸 因为我之前都会把那个凉体纹的小贴纸啊 贴在我名牌套上面 贴在口口 现在你改贴这里 其实是比较整洁的动趣 对 我冲定丝通之后觉得 需要有点改变 再来我们要看到的是 这次新品里面我最喜欢的 标签小卡 留言小卡 先来看哦 什么样的留言法 你要看它是配色 美丽的配色 好打开给大家看哦 哇 好看 它这里面呢就是设计出了像这样子的标签小卡 正面呢是像票圈一样 背面呢就是像这样子的留言 那旁边呢它还设有像这样子的裁切线 所以如果说你临时想要写一些小卡片给你的朋友啊 或者说你有什么礼物上面想要标注一些小记号 其实非常方便耶 所以我就买了两个尺寸 为什么 因为它两本是不一样的 我们先看小本 你看它这个票圈 小size的 一页都三个 然后还有这种中型size的 一页都两个 我想到一个用途 它就是 如果你在某个当天你才得知你的同事生日的话 你就冷静一天装作知道了 然后马上转头撕下一张描写你知道吗 它还非常有质感 对 就是它本身的设计很perfect 还有Thank you 感谢你的小卡 就是有一个美好的旅行 哇 感觉好像是特别帮它准备的呢 真的 大本的一页就是有四张 这后面也有个尺寸跟大眼 我看这个有三张的 而且它颜色搭配的也很复古 我觉得蛮好看的 一样是有格线 很坚持那个线 格线真的很棒耶 但我就觉得这个要用的话 可能省不得 所以哪位朋友看到我给它们的东西里面有这个的话 它们有感恩替零 就是要知道说 这是很重要的事情 对对 因为我觉得像是 里面撕掉任何一个角度就很心痛 唉 我希望保有它完整的姿态 最后我们来看到的是这一本 它是耐洗纸 你看它门口 这边画了一个 不要门口 它的封面啊 这边画了一个洗衣机 代表它可以勾进去里面洗 一般来说你觉得防水的纸 它应该要有什么样子的条件 防水有东西通常是滑的 对 但它不是耶 稍微比较厚跟滑的 它反而是粗粗的 它是普通一般一般纸的质感 它就长得蛮平凡的 但它的内在呢 听说是和洗衣店使用的送洗标签是一样的材质吗 所以呢它丢到洗衣机里面洗 也可以哦 嚼起来 因为洗衣机会这样传 对但我很舍不得 我们来实测一下 它拿去跟水有一些接触之后会怎么样 我就拿我的unibow 还有我的salasa 来分别写上字 好写好了之后 我们把它泡到水里面吧 我们就把封底和这一页泡到水里面就好 因为你说整本泡我其实 心有点痛 好我们泡差不多了拿起来 先用纸把它吸干 这都还在 可以看到用unibow写的呢 颜色没有变 salasa的颜色应该是有淡一点点 我们等一下来比照一下 好那我们再用出动剂帮它加速干一下 好它现在全干了 我们就下面这一行再写一下 来对照一下 unibow这个颜色没有变 那用salasa的呢 它的颜色是变淡了一点点 但是完全没有暈开 这样的程度其实已经蛮猛了 我觉得 对啊各位 这样子其实很生猛欸 虽然说也不会有人把它整靠在水里面 但那种就是防止你不小心泼到的时候啊 就已经很够用了 但是它洗完之后 其实跟正常的页面比起来的话 它还是有稍微比较皺一点点 对 但一切都是在可以接受的范围里面 不要反而因为就是 碰水的东西就会丢起来 对可是你看啊 它风体刚泡了水之后跟封面 感觉起来 差异性其实没有很大欸 哎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产品 大家最后呢 再来好好的观赏一下它们的外观 我自己呢是非常喜欢它们的外皮 每一个外皮上面的插画啊 都跟它们里面的内容非常的搭啊 然后我最喜欢的是它旁边的这个纸妆 和它本子的配色 大家看一下 我觉得都很不服欸 就拿起来真的非常的有风格 它的字体也是配得非常的棒 它就整体它这样摆起来就 你带出去啊 你可以跟你的朋友爱线 你就是这样 像个复刻盘一样 撒啊 弄出来的话 嘟嘴 嘴爆 曾经今年是TN的朋友们呢 上次今年是TN的朋友们 对于纸来说是非常厉害的 对大家有空的话 大家有兴趣也可以来玩玩看 对玩自己的 对玩自己的不用玩玩 这一次TN新品可以包套 真的是欢喜无比啊 有特色款呢也有实用款 赞叹TN15 祝你快乐 不知道您有没有买什么样的手帐新品呢 也欢迎留言告诉我们哦 也欢迎您到我们IG一起跟我们分享哟 闲来无事快乐玩手帐吧 大家再见 拜拜